今天要替大家拆解一下 年紀比你親戚小孩還大的 超給力在地名 傑哥不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命博士的好命 曾幾何時我們所理解的中文 已經出現了分歧 同學跟你借筆記時以前說 欸借我看一下 現在說 讓我看看 朋友聽到你握堆80公斤時 以前說 哇那你的力氣很大耶 現在說 聽你那麼說 你很有 同事想偷吃你買的餅乾時 以前說 欸不要偷吃啦 現在說 傑哥不要啦 傑哥 這一切時代的演進 都來自一支教育宣傳片 如果早知道男生也會被性侵 2012年的時候 在國家教育研究院 做了一個有史以來最正確的決定 他們根據真實案例 改編製作的一部 性別平等教育宣傳片 這支影片是由傳愛家族傳播編劇 並於2012年在基隆市拍攝 劇情講述一名男學生阿偉 被男子傑哥強迫探討哲學的故事 影片裡面產生了大量的經典台詞與名場景 當年演員生動的演技 完全把傑哥演活了 PTT上的30公分和36D們 對演員的評價一片叫好 從探討哲學的前置作業 到討論過程的花式操作 再到最後結案的執行力 每個鏡頭都可以感受到 那份對哲學探討的期待 其後也有出現類似題材的教育宣傳片 像是假宗教民意性侵 但是顯然阿靈絲的靈力 不及傑哥的哲學之力 跟上了一波教育片的風潮 但最後依然在茫茫網路海中消逝 而傑哥卻不一樣 傑哥除了在台灣爆紅 甚至這幾年在中國也爆紅 前陣上海的Comic Up 28 上海漫展中 甚至有人Cost 傑哥和阿偉 B站上也如雨後春筍般 瘋狂的出現各式各樣 傑哥不要的二創影片 流傳千古的迷因 大多都是跟哲學有關 例如 我們這次的主題 傑哥 好男人 阿不高 以及拉個自由的男人Ricardo 看到這裡還沒跳開 看到你對假假迷也是很有興趣 而根據研究顯示 每三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是假假 不是我 也不是我 這次如果常常逛YouTube 剛好平常又喜歡看像我這種垃圾影片的話 172.87%會跳出這個搬運工頻道 這個頻道的影片 就是從B站直接幹過來 是個狠人 你可以看到影片列表 一眼望去 遍地英雄豪傑 大量二創作品不斷推出 在織畫上更是掀起更深入的解析及討論 而這些討論的背後 隱藏著劇中細思極狂的秘密 很多網友都懷疑 淑慧阿姨就是幕後黑手 由如劇中表現 明明手一直在鍵盤上敲打 螢幕卻依然維持在桌布 這說明了傑哥其實早已預謀 一邊坐在網咖竊聽 一邊卻神態自若的演戲 這可不可以發自本能的最強偽裝術 可以把阿偉一拳灌倒 並壓制在床上的傑哥 基本上在武力值上估計有99 戴上了粗狂眼鏡的他這次發動了特殊能力 將武力值轉換到智力值上 強大的布局能力讓他早已在網咖旁守株待兔 就在這時 等到阿偉和冰冰出來時 提前收集到情報的傑哥使出的密技 需求法則 當今天吃到麵包及爆買超商的機會成本越低 可以成功誘惑阿偉和冰冰來執行的成功率就越高 如此精良的收集數和布局觀要剛到阿偉簡直易如反掌 很多網友發現明明他們要去的是超市怎麼會說是超商呢 因為那間超市店名叫做華達超商 對就這樣而已 但經過Google地圖計算 從網咖過去超商至少一個半小時 而傑哥帶著兩個小男生去買了一大堆酒 結帳員卻不宜有他 而店員正是給傑哥啤酒和麵包的那個人 眼尖的網友發現冰冰在兩人和傑哥對話時 起初是第一個提出反對的人 但在最後下意識做出了眼神閃躲的動作 且以下至上斜眼看向傑哥 明顯感覺得到這個人在回答時有一種良心不安的感覺 起來之後確認傑哥的眼神就要再說 我做的沒錯吧 後來在傑哥家早早就借酒裝鋒赤爐高歌離席 在傑哥拖阿偉進房間時 他卻動了一下 說明他根本沒有罪 影片開頭的時候有看到一些關於阿偉的經歷 之後出現的淑慧阿姨 就在事發隔天很巧的 剛好在阿偉經過的公園 很巧的聊起了哲學問題 更是很巧的被阿偉聽到了 還會被強迫 口交啊 鋼交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其實整件事情都是由淑慧阿姨一手策劃 她藉由將阿偉的資料倒賣給傑哥 這樣也可以解釋了為什麼傑哥知道他住哪裡 也知道他讀哪一班 為了就是要讓阿偉受傷後在趁虛而入 過程中可以看到淑慧阿姨有各種主動和舔嘴唇動作 可以看出接觸的時間一切都太過巧合 後來阿偉拍攝了一支冰桶挑戰影片 其中更是點名的淑慧阿姨 觀眾們都認為是主謀的淑慧阿姨 但是多年過去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回應 這樣就可以完美的解釋這一切的發生 並非疏忽 而是精密排練的成果 以上這些內容呢 基本上都是我在各大論壇及媒體 蒐集了來賓會者的資料 博士我依然保持著會剛就是會剛 以哲學對角度正式的這個事件 實現來到2017年影片經過的5年後 傑哥的演員也然是YouTuber 且在玩game的臉書影片中 找來當年的阿偉翻拍了一支阿偉的逆襲的影片 好久不見了傑哥 你感覺那片很有嗎 要不要讓我看一下 讓我看看啊 阿偉你要幹嘛 對不起 對不起阿偉 阿偉對不起 阿偉 我必冒還你 阿偉 阿偉 還有幹片兄弟翻拍的重製版 至今經典外連場景都很考究 玩累了就直接睡覺沒問題的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場景好像在哪看過了 我也覺得似曾相似 這可以拿嗎 可以 謝謝傑哥 最後再跟大家介紹一個超有病的互動室阿偉 這個由網友精心設計的互動室遊戲可以透過結尾的選擇不同 來玩多達14種不同的結局 我試玩了幾個結局 有幾個笑到流口水 像是 嗯 他們都叫我結局 不要煩好不好 人嫩美 你們兩個 給我小心一點 欸來勸我快點 傑哥不要啦 傑哥不要啦 傑哥 傑哥 不行 欸來勸我快點 不行 揍我 傑哥不要啦 傑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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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是影片的二創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看看時間軸 你今天是再劫難逃的 沒錯 除了影片外 還有許多遊戲 像這一個是中國的一個UP主 用UNITY製作的2D橫向卷軸跑酷遊戲 美術是他朋友Carrie以外 程式的部分全部由他一手操作 除了畫面以外 在功能性細節上 更是沒有疏忽是實實在在一款可以玩的遊戲 只能說傑哥的哲學魅力 已經妥妥地抓住了廣大鄉民的心 更多之外呢還會增加障礙物和啤酒生成的機率 我們在遊戲裡面可以感受得到啊 傑哥家的房子確實挺大的 接下來這款屬實強大 它是由網友用RPG製作大師 開發的一款同人遊戲 裡面豐富的裝備及劇情 讓總有完時間超過兩小時都不是問題 而它裡面也有暗藏一些彩蛋 有心血同學可以下的下來體驗一下 賢者傑哥 那我們現在的話 所有物品都用不上吧 壯陽藥先搞點給這個獵殺者 好啦 基本上今天這集就這樣 有沒有想要深入探討一下哲學的 不要 不要私訊我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你想聽哪個謎音 博士身為一個博士加教授 幫你解惑一下是沒問題的 謝謝你的收看 想要講解哪個謎音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喜歡這集內容的話 就在下面幫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命讓你懂好命 不 在這裡 好朋友 好朋友 來自我 在那邊 我也有 做甚麼 做甚麼